原标题 他努力永不放弃是非常重要的 黄光熙是小编见过的南韩娱乐圈里最努力的爱豆 没有之一被所有人认定难以出道 那他并不像电视剧中那些带有隐藏属性的主角光环 能够在后期绽放无数发光点 他从始至终都很弱 以他硬件系统扎软件系统 也弱得模样固执的前进 慢慢走到了大众的视野里 黄光熙被更多的观众所熟悉 是因为南韩的真人秀综艺节目 鼻祖无限挑战这个节目 当时由刘戴希、哈斯条名秀、郑俊和等人主持的无限挑战 面临着固定MC相继下车 进而导致节目效点少 老MC肩上弹子过重的低迷警戒 为了挽回收视率 节目组推出一个第六人计划特辑 在南韩娱乐圈中 广泛撒网选出一百个候选人 经过几轮竞争筛选后 选出一名艺人作为固定MC 黄光熙一举打扮 搞笑艺人张东民 幽默偶像崔史元成了无条固定Lake的一员 相对于刘戴希的掌控全场 啪啪的随时捧根 还有名秀的名人是搞笑 早前再强心葬我们结婚吧 等综艺节目已无知 傲娇等形象 制造出很多笑点 黄光熙有一些没特点 一个户外深人秀 整体节奏快 没等你展现出无知 就已经步入了下一个环节 傲娇可以 但是只适合短时间的拍摄 像无条这种拍摄时间 动辄两三天的容得不了这个人设 原本以为上了国民综艺 就能狠狠地火一把的黄光熙 一下子陷入了尴尬境地 有很多无条的老粉 而接受不了他 最初那一阵子 黄光熙被网上的富裕评价 团团包围 但是被打倒这种事 是不会发生在他身上的 于是观众总能看见无条镜头的角落里 永远都有一个点着脚伸长脖子的老腰 抓准时机就能贡献出一个大笑点 从局外人慢慢变成了气氛担当 可是时间不会一直停在原地 还没等到通过这个国民综艺而大火的这一天 黄光熙因为扶兵役不得不从节目下车 如今他即将退入 可乌条早已经停播了 这个时间点卡的令人无奈 在结合他之前的演艺之路 偶像团体出道 但是团体一没资源二没人气 参加综艺 自曝整容国关注却被网友抵制 参加我结证 刚红十倍同期嘉宾丑闻连累提前下车 这一切都不得不让人叹一句心路坎坷 早前黄光熙因为容貌不适合走偶像路线 但是还不想放弃这个梦想的他 选择了整容 在经过艰苦的练习生生活后 最终通过与林石丸等人 组成了偶像男团帝国之子成员出道 无奈当时公司把所有资源都放在了一个女团身上 这个男团连一朵水花都没有激起 就沉默在南韩的娱乐圈中 为了提高知名度 黄光熙不断地用身体搞笑的方式参加综艺节目 一个刚出道的偶像被化小丑妆 被砸鸡蛋 被涂面粉到最后偶像形象全无 在当时艺人都对整容这个话题会莫如深的时候 他大胆地在镜头面前诉说自己整容的经历 虽然被很多人吐槽 但是他总算是因为这个大胆的行为有了一点人气 人气有了 接下来该增加曝光度了 可是早前他的整容言论给了他致命一击 网上有人扒出了他整容前的照片 在各个节目下发表抵制他的言论 他上镜的机会越来越少 后来他参加了我们结婚这个综艺 因为在里面 他总是在人前大吵大闹 但是却在小细节上 对他的假想妻子温柔体贴 为了假想妻子的愿望 总是嘴上嫌弃身体 却诚实地做好的暖心欧巴形影 大大地圈的一把粉儿 郑当红使本来能够上满一年节目 那他却因为同期嘉宾闹丑闻 不得不提前下车 成了我节里唯一一个没有拍婚纱照的新郎 无知整容愁悔 大吵大闹 刺耳的高音 这些都是他出道多年以来被节目贴上的人设标签 虽然他经常会被一些负面言论攻击 星途也是一路坎坷 但是他从来都不畏惧旁人的负面言论 也不会理会那些带着偏见的世俗眼光 自顾自得努力着 综艺节目上大吵大闹 惹人烦 但他私下里很会照顾人 圈内人缘很好